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輛商品 那這輛車型是FORCE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GJM10的排骨 專為FORCE還有SMAX 2 就是二代的SMAX 所都可以通用設計製造的 那這組排骨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GJM10的產品也是我們國內的一個大品牌 大廠商所設計、生產、製造的 那排骨的部分採用7075的一個材質 所以它的剛性非常的好 當然比原廠的一個鑄造會好非常非常多 加上CNC的一個設計 然後在製作上的一個精度 跟這個外觀的一個視覺上來說 當然是非常棒的 然後它的排骨呢 還有含下面的一個避震器下座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屬於兩層式的 那標準原廠的一個尺寸 它沒有降低也沒有升高 它沒有降低也沒有升高 標準的一個尺寸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然後呢這組其實排骨非常大 從這個部分一直延伸到最下面來 鎖點上呢是對應原廠的一個鎖點 那我們看一下 那排氣管的支點的部分 那原廠的排氣管是有兩個支點 那當然這個同學更換的是黃蜂管 那兩個支點的部分呢 還是有做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保留下來 你可以隨時安裝原廠的排氣管 那或者是裝改裝的排氣管 那這支是黃蜂的一個認證管 所以呢在使用上也安全無慾 那這個同學非常的低調 它選用了一個全黑色的一個處理 全黑的一個設計 全黑的一個選色 那這組排骨呢非常大 那以這個GZMS的售價來說呢是非常OK的 然後像中間的一個軸心的部分 都可以做一個客製化選擇 那螃蟹的卡座 是螃蟹下的一個卡座 它把上面的卡錢改到下面來 那當然呢 既然是GZMS的商品呢 在搭建商品裡面呢 他們都可以一個客製化製作 客製化製作 看你排骨想要什麼顏色 那你的配件的部分 想要什麼顏色都OK 那當然你可以自行把螺絲 換成一個渡態螺絲 那視覺上能更漂亮 那我們看到這個車主 它整車都是換白鐵螺絲 因為它比較喜歡不要這麼招搖 不要這麼招搖 所以它呢 整車都是一個白鐵的螺絲 那當然以GZMS的一個切削工夫來說 它製作上呢是非常精緻的 那尤其我們大家 很多車友都用過它的避震器 它避震器呢 那當然是非常的OK 非常漂亮 那喜歡朋友們參考我剛剛 我剛剛有麥克 參考機車精品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